大家好,歡迎收看港幣速逮,我們繼續請來各區的同事跟我們講解釋放 今集請來了天水華的Jacky,Jacky你好 你好,Kerry 江湖山莊都屬於傳統的上車樂園,一直的交投都不錯 那可不可以講一下6月的交投情況是怎樣,是不是都比較淡性呢? 其實6月份的成交量相對比上個月是比較少的 因為其實今天都去到28日,接近尾聲的了 那其實成交量都是維持差不多接近兩天一宗 那其實是不是跟第五波疫情初期的時候的交投數量是差不多呢? 其實就有點類似的 不過今個月的那個我們叫成交量的話 其實看回,因為可能近期這兩個月都比較多一手去開盤 大型一手去開盤,那都會影響到買家在二手做決定的速度 是的,就是明顯放緩了 明白,那其實美國加息的消息呢? 都會不會令到有業主或者是投資者看淡的後市去加快去沽貨呢? 其實都會有的,有些客人呢,他會覺得接下來,因為 可能其實HIPO那裏最近都連續升了十幾天了 那有些業主其實他都會心,那個心可能就會覺得 想早一點點出貨啊,怕到時適合加了,那些客人決定慢了的 他們那個減價或者那個現空間是不是都會擴大呢? 嗯,其實最近有部份單位的現空間的確是擴大了的 那大概那個幅度可能是兩至三個星左右 那其實如果現在呢,還是有賣家入市的 你留意到可能是哪類型的賣家現在都會入市呢? 現在那個嘉湖山莊可能的入場費最便宜可以去到多少錢呢? 嗯,因為其實呢,我們天水利區呢,主要其實做的客人呢 都是以用家上車為主的,是的,那他們都最近 如果你說找房子,我炸客呢,其實全部都是 上車客會比較多,就是投資的客人可能都有 但是他做決定的時間明顯比起早兩個月前是慢了的 那如果現在整個嘉湖山莊,那入場價其實 兩房子呢,兩房子其實是由這個五百一十萬開始就有得選的了 那剛剛都看到有個成交,好像那個尺價是不是都跌穿了一萬元呢? 嗯,其實有的,有些,因為我們一般呢,其實嘉湖山莊呢 他有一些大單位呢,那尺數去到六百多尺的,實用的 那其實只要他基本上賣回可能是六百多尺的,那個價錢其實已經是一萬元尺的了 那你尤其這個交投淡靜,比較淡靜的情況可能會維持多久 去到什麼時候那個交投才可能會回升呢? 其實去到大家那個用家呢,就是因為主要是用家主導市場的 去到用家其實就開始接受,慢慢接受回現在的價錢呢 那開始有承接之後呢,那個成交量就會再增加一點點 因為其實價錢其實普遍都不,都不是說跌很多的 那跌了一點點而已,是的,那我覺得可能其實都去到差不多支持位的了 因為最近其實剛剛經過這個禮拜呢,其實成交是增加一點點的 去到七一左右呢,過了這段時間可能成交會增加一點點 那我講一下其實現在的赤價水平是大約是多少錢呢 跟可能之前的交投比較旺的時候,相比可能是跌了大約多少度呢 如果你說赤價去算的話呢,因為我自己都有做一些圖表的 那其實最近,如果赤價來講,跟高峰位呢,比較起來呢 大概跌了大概七百元左右 因為現在其實平均赤價都去到一萬一千多的,是了,家豪山狀 好,那就麻煩一下Jacky跟我們講到天水圍的情況啦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天水圍有什麼賞盤,或者任何地區的市貨想知呢 都可以留言,或者inboard 給大家 另外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我們下集再見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